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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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和那种包容和发展的平台 实在是很大很广阔 我相信未来可以来到我们的发展 一定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我们的祖国已经发展得很先进 以及已经可以和世界接轨了 这里有太多机会给香港年轻人 机会多到你首先要迈出这一步 你首先要了解、认识内地的机会 我叫Crystal 胡晟 是香港广西河洲市同乡年轻人会的会长 我本身自己的职业是一个公关媒体策划项目的一个负责 我的名字叫做乐远蘭 我在南美工作了八年 亦都生活了八年 我在南美美景大酒店担任副总经理这个角色 我是郭天山 来自香港的创业者 现在身份是I We want 品牌的创始人 创业现在应该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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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那个这份材料给过很难看 怎么证明你有求不知心啊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看同学仔的项目 看同学仔的时候知道他在这边做项目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概念 说了南宁在哪里呢 但是我觉得对南宁的印象 其实第一刻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从我落地的第一个那种人文 给了一个感觉给我 是开心的 去到整个城市的气氛 我认为之后不算太快 也不算太慢 城市的结构 印象 经济 我觉得都不错 南宁是属于第三产业比较高的一个城市 和我想发展的行业和经验都类似 而I Reborn这个品牌呢 我们在港西选了第一个店 这个土壤呢 有很浓厚的消费 和这种爱美的土壤 我希望在这个城市先 提出这个行业的进一步 当然这个行业 我们亦都看到很多不同问题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行业给一个机会 去推动它去进一步 做一个更好的品牌出来 各位周三好 周三好 2009年在香港的老板 他投资了南宁铭铭大酒店这个行业 当时老板就给了个机会 我可以在南宁铭这边 开始筹建酒店 酒店落成之后 我就负责管理 当时的想法就是 二十多岁都可以尝试过你 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当时就决定了来南宁铭 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考虑就是 97回归了 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我觉得往后的发展 都会在中国比较多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 跟家人商量 决定都是来南宁铭发展 我们现在是去美丽南方 也是你们南宁铭的一个 康养综合体的一个项目点 现在呢他们准备 也跟香港那边呢 一些的投资方 引进香港投资方 过来这边参与 他们这个在南宁这个项目 其实可以跟广西决演 亦都要多谢我们同乡会的上届会长林玉天 河洲是我们广西的其中一个市 来的 《无线电视》曾经有两部电视剧 《茶事故乡龙》 《酒事故乡龙》 其实就在我们广西河洲拍摄 所以当我每一次和人介绍河洲的时候 说起大家立即 哇 很漂亮的地方 所以都因应这个推动力 我都参加了河洲同乡会的很多工作 但是现在呢 将我的福开网 是扩大了在广西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广西现在呢 在健康医养 健康养老 健康文化旅游这边呢 下了很多的力 希望呢 将广西最好的可以展现出来 我也很期望做一个桥梁 可以将我们广西和香港搭建之后呢 令到我们港澳 甚至全世界呢 都可以在广西这边呢 向大健康这个板块 所得到的一些好处的 成为他们的一个大健康的浪土 我们现在去抽查一下我们的房间 就是我们的服务员做的卫生 房经理 你好 你好 今天那个租房情况怎么样 今天一季会住254间 然后 刚刚来广西的时候 首先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但是到这几年之后 真的看到它南美的发展是非快的 因为当我几年前来的时候 我们的浪东区 以及我们的五丈区 其实都是一个未开发的地方 但是浪东区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南美的CVD 另外五丈已经成为一个新区 也是刚刚今年被中央评为一个自贸区 那么其实意味着更多的500强的企业会进驻 另外呢 我们很多外国的商品可以免税地在前某区那边交易 其实模型中看到 我们南美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和华氛围 都是迈向一个好的方向 将来也会更加多的机会 可能那个态度还是这种 就是我们叫广东瓦要给我劝劝功 所以他们来完之后就觉得 晚上哪怕我出不了 但是我打个什么美团 一二点东西都能送过来 对 出门口打个滴滴 去哪边又可以 接着呢他们就发现原来原来 慢慢喝慢慢 慢慢聊 再来就不够全来进行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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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个办法 每个格子 等下 任务公司 对 然后一个星期就全满 我们都要咖啡厅了理解 不是不是嘻嘻 来到广东西第一是 我企业家都比较融合 没有什么恶事很竞争的感觉 我觉得是比较开心 和各方资源都是比较容易积累 我来这里很多不同的 可能是商会 可能是不同的社群 都过来去互相交流 今天整天都有不同的 不同资源人士都过来 互相交流意见 有可能比较高的 有可能比较低的 我认为都是很好的一种交流的情况 我认为整个都是市场空间的感觉 给我是最吸引我 它亦都没有一线城市 竞争这么大 但是这里的消费力很足够 吃餐饭绝对不便宜 我觉得这种环境令我觉得 其实它当地消费者和居民 是值得拥有更好的服务 我认为这种环境都没准备好 我觉得 就是还有 就是把它给我 装好洗钱的给我 我们在资本上面有些资源 可以呢 在多城市布点 我们还是会玩一些的 他说应该今天早上 他也早点聊一下是吧 就是投入的装修费用 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吧 谢谢 对 笑脸可以 对对对 那助行 嗯 这个比如说 对对 对 那助行转化 嗯 哈哈哈哈 文艺长好 你好 你好 助行 嗯 还是这个 贵港 嗯 贵港合作 嗯 咱们这个今年的活动啊 嗯 还是为了做大湾区的建设 对 包括领导也对大湾区整个的 也很重视 安排到两到三个的一个专家 学者就他们的不同的一个命题啊 做一个代表 来跟我们一些匠师 跟我们一些专家 来来一个对话 我说我们大湾区的中文交通发展新技术研究 嗯 有预定是吗 东南南 嗯 好 我们就 是啊 挺大的 我告诉你 那个脚步又快 很多东西都快 但是其实现在我来荷州或者来南岭 我其实是休息的 来到你之前来到 哇 空气都清新一点 一棵菜都甜一点 哇 来到这里你真的可以有那种 养生啊 悠恒这种心态 哇 比我家还大 香港是这样子一个人家 哈喽 每次来这里啊 每次都会到国御堂会干嘛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艺术品 都可以看 我们的小平的 那春天呢 就是现在香港 它全部都是一个跟律师有关的 有整个我们革命的历史的路途 哎 开敌呢 他现在在我家了 是 是 不是这样 几个朋友在这里坐下 聊聊天啊 喝一下东西啊 吃一下花生啊 其实男龄的生活的习惯呢 跟香港人其实很相似的 比如香港人有吃宵夜的习惯 男龄人也是有吃宵夜的习惯的 他们晚上你会 12点凌晨都会看到 有很多 我们叫香港叫做大大港 会有个烧烤 很多美食 其实呢 跟香港的习惯是很相似的 在我日常的和朋友交往当中 包括我回香港的时候 都会和香港的朋友去 分享我在南岭的生活 也都将这边的营商环境 和投资的项目呢 我都会和他们分享 其实有不少个朋友都来过 南岭这边做了投资 首先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有香港的优势 内地也有内地的优势 其实两地之间的互动 可以令到我们的合作更加密切 所以如果两地可以一起合作的时候 其实无论中我们的成果 会是更加显著 我希望都是一个 引流者和宣扬者的作用 我希望在我具体这边做到的事情 和事迹 带到给更加多的香港青年知道 原来内地 一生无分民 草根青年 过来内地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是远天游人的 不是政府什么的 是靠自己的努力 都是做得闯一回天下 都是没问题的 起到一个桥梁和连接者 两边都明白交通 知道对方怎么想的 我觉得内地是很包容了 已经很开放了 很愿意接纳 只是在香港年轻人 是不是愿意才买出这一步 才尝试改变自己的心态 大家很Smart 用好这个概念 用好这个机会 你捉不到这个机会 错过了 以后你错过了 就埋怨 真是太可惜了 我就在捉紧了这班行李 成功成为一个创业者 做了一些成绩 我觉得自己是一条桥 来的 把香港和广西和贵港的交流 自己做成一个润滑 两地的文化差异 一些生活差异 其实会有一些 大家不太明白对方 就是我们会接触的 当香港这边有些提问质问的时候 或者不满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和事佬 就在中间 打释了 都会越做越觉得 其实自己都有少少价值 可以令到更多的朋友 或者一些投资方 或者一些资源 能够因着我们的中间 令到广西有得益 我们其他参与的人都得益 所以我觉得 会继续做好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平台 所以都很开心 这几年有这个平台 可以在广西发展 我相信仍然会继续关注广西 也仍然会希望更加多朋友 能够像我这样关注广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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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